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耶稣最后是在月节前一天受难的 而今天我们就会讲到 耶稣在他的家乡开始行神迹 开始让这个门徒来认识他之后 他在这个时间到的时候 他上圣殿去赶足这些客商 这个就是他在这个月节的时候所行的事情 所以从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大概可以去抓 就是一个整数年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进度 主要都在约翰福音里面 因为之前我们有谈过 那个约翰福音他的一个著作的目的 他是为了补充其他福音书还不足 而且跟得救有关系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发现 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的 跟路加福音的第四章 在耶稣受试探到耶稣传福音这个中间 我们看起来好像连起来是连续记录的 可是事实上如果你把约翰福音加进去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中间还有一长段 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范围 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29节 一直到这个第四章的结束 所以第一章的后半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后半 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 这个是耶稣在收门徒之前 最早期做的事情 所以这一些事情不见得 他的十二个门徒都有参与 虽然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到 十二个门徒里面的有五个门徒 是在耶稣一开始就已经认识的 但是他们当时并还没有跟随耶稣 所以下一次我们才会讲到 这个西门彼得他们四个人 被耶稣呼召的那一件事情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认真来说 我们等一下看你会发现 耶稣所呼召的第一个门徒 应该是菲利 而不是彼得 雅各 约翰 安德烈 不是他们四个 应该是菲利 而菲利也是最早开始 帮耶稣传福音的人 这个我们等一下就会 从这个经文的内容看见 那在这当中 你会发现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43节到45节讲到 耶稣在还没开始在家乡传福音 就已经被家乡的人讨厌了 这个跟路加福音第四章 16节到30节的记录是重叠的 可是在马太福音的13章 跟马可福音的第六章 这个已经是耶稣福音工作的 前期的最后即将要结束的时候 那个地方才记录说 他被他的本乡的人来厌弃 这两件事情 应该说这四段的内容 一般的圣经的学者 他们会认为说 这可是同一件事情 然后分在 可是却马太跟马可 他们在记录上 没有考虑到时间的顺序 这个讲法固然也有他的道理在 但我想 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 他们在表达这一段的时候 他更想要表达出来的是 其实耶稣家乡的人 在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听耶稣讲 而马太跟马可是在 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 而且已经有一些教训之后 然后他的家乡的人才决定拒绝他 这个是两种不同的状况 那我觉得这应该是两种 两个事情都发生过 所以我会认为 这应该是两段的事情 而不是一段 虽然长得很像 但是你可以对照一下 你会发现 路加福音第四章的这一段 跟约翰福音的这一段 第四章的这一段 他们写的比较简洁 路加福音的那一段 耶稣还有做一些的 这种教导 但是这个众人 并没有打算要听他 在那个时候 他们甚至想要把耶稣 推下悬崖 所以耶稣在一开始 就不被家乡的人接受 可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 跟马可福音六章的这两段 他记载的内容就几乎一致 他在谈的是 这些连耶稣都很诧异 为什么我家乡的人不相信我呢 我想这个应该是两种不同的情境之下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这四段的经文 应该是分成两段来解释它 可能会对于经文的这个衔接上 会更加的密合 更加的精准 那所以我们待会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 你这样对对你就会发现 原来在时间的顺序上 应该要这样衔接会更好 那我们今天先从这个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看起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第二十九节这个地方 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 我们之前谈到 这个耶稣受洗的事情 我们也有谈到这一段 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 这里是施洗约翰已经在为耶稣做见证了 也就是耶稣已经受洗完了之后的事 然后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说 这就是神的羔羊 这是神的儿子 这一段他要去显明 耶稣跟施洗约翰的衔接 耶稣跟施洗约翰的衔接 对于这些约翰的门徒 或者说是其他的犹太人来讲 是很重要的 因为约翰福音他的著作是在西元九十年 当时这些第一代的信徒 也都大致都已经不在了 那我们知道 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里面 也有谈到 也有一些流落在外邦地的一些 施洗约翰的门徒 他们其实是在传讲耶稣 认识耶稣的 那这些人 他们要衔接回来到 耶稣的门徒的身上 所以这个施洗约翰 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 他就会去强调说 约翰跟耶稣他的连结性是很高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著作目的 所以在这里他谈到 这个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开始 在次日 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 他见耶稣行走 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 两个门徒听他的话 就跟从了耶稣 所以在这个地方 施洗约不停的把他的门徒介绍 去认识耶稣 你们虽然以前跟随我 以前跟随我那个没关系 现在开始你们应该 你看看这才是神的羔羊 他才是我们应该跟随的人 所以当他做这样的推荐之后 他的两个门徒 确实也就跟从了耶稣 当这两个门徒跟着耶稣走的时候 三十八节 耶稣转身过来看见他们 就问他们说 你们要什么 所以耶稣问得很直接 你们要干嘛 你们为什么要跟着我 其实在这个时候 耶稣根本就不为人知 在这个时候 耶稣还没有行什么神迹 让众人注目到他 而在这时候 他们就说 拉比 你在哪里住 他们已经称耶稣为拉比 拉比是当时 叫老师这样子的一个称呼 这样子的一个拉比的称呼 是一个普遍性的尊重而已 还并不是一个 非常高规格的一个教法 因为之后你会看到 有的时候 耶稣会被称为拉波尼 那个拉波尼就是大师的意思 他就是比较 更崇高 更被推崇的一种状态 那在这个时候 这两个人 因为是被约翰来推荐的 所以他们也很恭敬的 对耶稣来呼叫 呼叫他为拉比 问他说 你住在哪里 耶稣就说 你们来看 他们就去看他 而且那一天 他们两个就跟耶稣同住了 这个时候是下午三点 深圳是下午四点 下午四点钟的时间 也就是说 他们已经准备要 晚上预备要过夜的地方了 在这个时候 他们两个也没有 去有更多的认识 而他们已经决定 要跟着耶稣了 这个是施洗汉的门徒 而这两个门徒 这里写到 跟随耶稣的这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 安德烈 那请问一下 另外一个是谁 你继续看下去 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 没有 对不对 这两个门徒里面 他只介绍了一个 叫做西门彼得的兄弟 安德烈 这个安德烈 就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 对他说 我们遇见了弥赛亚了 这个弥赛亚翻出来 就是基督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 耶稣看着他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基法 基法翻出来 就是彼得 这个基法跟彼得 一个是西伯拉 一个是希腊文 都是小石头的意思 所以耶稣看到彼得 就跟他说 哎呀 你的名字 原本叫做西门 对不对 你现在开始改名 叫做石头 这个在形容的是 耶稣知道彼得的个性 那接下来 43节 又次日 耶稣要往加利利去 遇见菲利 就对他说 来跟从我吧 这个菲利是 伯塞大人 和安德烈彼得同城 所以你注意 他们三个都是伯塞大人 而这个菲利 是被耶稣主动呼召的 而那个 安德烈跟彼得 是一个是被 约翰介绍 而他又介绍了 自己的哥哥 来跟随耶稣 所以他们三个人 跟随着耶稣 这个菲利 他却跑去找 那个拿蛋 也跟他说 在摩西 摩西在律法上 所写的 和众先知 所记的那一位 我们遇见了 就是约瑟的儿子 拿撒勒人 耶稣 拿蛋业对他说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拿蛋业说 菲利说 你来看 耶稣看见拿蛋业来 就指着他说 看啊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没有诡诈的 拿蛋业对耶稣说 你从来也知道我呢 耶稣回答说 菲利还没有呼召你 你在五花果树底下 我就看见你了 拿蛋业说 拉比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耶稣对他说 因为我说 在五花果树底下 看见你 你就信吗 你将来 你将要看见 比这更大的事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看见 天开了 神的死者 上去下来 在人子的身上 这一段话 耶稣已经开始在揭露一些很奥秘的事情了 首先这个菲利 他当他被耶稣呼召了之后 其实他没有经过 我们这样看来 他没有质疑 对耶稣有任何的质疑 他就已经知道 耶稣是在律法上所写的那一位了 这个很难得 你看前面那个 在第41节 安德烈 他一下子就知道 这是弥赛亚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从 他的老师的见证当中知道 因为他的老师就已经讲 这是神的羔羊 所以他知道这是基督 这个算合理 而也许彼得 原本就听他弟弟讲过 也许他本来就有 这个也听过约翰讲过 所以他大概就可以理解 这是谁 而这个非利到底是 为什么耶稣呼召他 他就会来跟随耶稣呢 圣经完全没有讲 但是当他一知道 他就开始去跟别人传讲了 他知道这个是圣经里面 旧约的律法跟先知上 所预告的那一位 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 这是引用生命纪的 第18章18节 这是摩西律法的预告 还有后来在这个先知书里面 很多有关于耶稣是 这个大卫的子孙 耶稀的苗义 这个公义的救主 这些事情 在这里 他很明确的知道 他是约瑟的儿子 拿撒勒人耶稣 这个我们上次有讲到 拿撒勒人耶稣 这个本来不是什么好词的 所以你看这个非利 跟这个拿丹叶这样讲的时候 拿丹叶竟然回答说 拿撒勒人出什么好的 其实拿撒勒自己 这个拿丹叶自己 也是加利利地区的人 虽然他不是博塞大 但他也是加利利地区的人 他们在加利利这一带的人都知道 拿撒勒就是个小地方 就是个乡下而已 他在山上的一个小村落而已 那个地方哪有听过 出过什么厉害的人 没有啦 你亂讲 一般来讲要出厉害的人 当然要在比较人多的地方 比较文化 这个政治经济 比较发达的地方才对啊 怎么会 怎么会是拿撒勒人 而且他会这样讲 也一方面是因为 旧约的先知预告 弥赛亚应该是从哪里来 应该是从伯利恒 以法他出来嘛 所以他这样子的一种直率 并没有被耶稣来讨厌 在这个地方 他虽然不太相信 但是菲利却跟他说 你来看 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 再讲到福音工作的时候 这个菲利 他不是一开始就讲你来看 他先见证了耶稣 只是人家不信 他只好说不然你来看嘛 这个不是我们 我们只是把人家骗来就好了 我们不是只是把人家骗到教会来 人家就会信耶稣 不是这样的 在这个地方人家菲利 他应该跟这个拿蛋业 本来就是认识的 而且他能够得到拿蛋业的信任 所以拿蛋业本来是 觉得不可能 但是好吧 既然你这样讲 他就来看 来看的时候 耶稣一看见拿蛋业就跟他讲 哎呀 这个真的是一个真以色列人 心里没有诡诈 这个拿蛋业反应真的很直 他说 你是认识我 你怎么会这样子讲 你哪里认识我 这耶稣说 怎么会呢 菲利他还没有跟你打招呼 还没有叫你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五花果树下 看见你了 这个话 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就是耶稣刚刚真的从五花果树下经过 而拿蛋业就在那个地方 但是如果是这样 后面就不合理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句话就会让他认得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而一般在这里的推理是这样 这个五花果树下 如果有机会你去翻一下 《猎王记》上的第四章 二十五节 弥加书四章四节 撒加利亚书三章十节 这几个经文 他都在讲到 五花果就是在指着以色列人 五花果树是在指着以色列人的生命力 在这个五花果树下来等候 这个是在等候以色列的救主来到 这个特别是在 这个《猎王记》上第四章二十五节 那个所罗门让以色列人 在自己的五花果树下能够安居 这个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 一个弥赛亚盼望里面 很重要的愿景 所以这个拿蛋业 他本身就是一个盼望神国度来到的人 所以在这个情景之下 耶稣立刻指出 他心里面的盼望 他常常在思念的事情 所以他意识到 这不是普通人 所以拿蛋业立刻说 拉比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所以他立刻认他 你就是我们所说 要期待的那位弥赛亚 所以耶稣笑笑的跟他讲说 你就因为我这样子讲 你就可以相信了 那我跟你讲 你将来还会看到更大的事 五十一节 五十一节这个就是指着 耶稣基督建立教会了 这个一指就指到哪里 指到使徒行传了 因为在这里讲到是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神的死者上去下来 在人子的身上 上次我们有稍微讲到天开了 这个在圣经当中是少见的 刚刚前面耶稣受洗的时候 天开了没有错 可是再来呢 再来就要到使徒行传 才有受洗的事情 对不对 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 尸体反要死之前怎么样 看到天开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已经连到那里去了 而神的死者上去下来 在人子的身上 请问一下 人子的身上在哪里 在耶稣身上吗 当然对啊 可是他们看到了吗 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将来的教会 有神同在 所以耶稣一下子就已经预告到 很后面的事情了 所以对于当时的拿单页来讲 他恐怕也听不太懂 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章 到了第三天 也就是说 第一章的29节 35节 43节 跟第二章的第一节 这是连在一起的事情 很近 他们可能就在哪里 他们可能就在附近的地方 他们可能就在前往加拿的路上 发生了刚刚讲的那些事情 因为加拿 在加利利来讲 它是一个很边陲 已经靠近推罗西顿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去看后面的地图 你会发现 加拿是加利利一个 很靠海边的地方 这个有一点距离的 不是一两天可以走得到的 他们到了加拿那个地方 有一个取亲的宴席 而耶稣的母亲在那个地方 所以 而耶稣跟他的门徒 也都被请去赴宴 所以一般会讲说 可能这一家的人 跟耶稣跟这个 耶稣的门徒们 可能都有一些亲戚 或者朋友的关系 所以他们这个 大老远的跑去加拿 参加这个宴席 第三节 当酒用尽的时候 耶稣的母亲对他们说 没有 对她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的妈妈 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 因为你从后面来看 其实连管宴席的人都不知道 连后面的这些主人 他们搞不好 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 可是耶稣的妈妈却知道了 所以一般会推测 耶稣的妈妈 可能在这场宴席中 是成为主人家的 这种算是主人的朋友 来帮忙他们做 宴席的后勤工作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他的母亲 很快就发现没有酒了 第四节 耶稣说 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关呢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们河尔本 把它翻作母亲 其实原文这个字 是要翻作妇人才对 应该翻作女士比较好 妇人有一点贬低的味道 女士她就是个尊诚 意思就是说 我跟你在这件事情上面 不是用母子的状态来相互应对的 你现在不是在找你儿子 尊贵的女士 我们现在应该是站在一个 比较公众 公开的立场 来看待这件事 这一个用词 后来在耶稣定时自驾的时候 有没有 他对他的妈妈也是这样 也是用了这个字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不是一个贬义词 在这个地方 他不是看不起他妈妈 他是要把那个位分搞清楚 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也会这样 有的时候我们会 对自己的孩子 或对自己的家长 在事工上 把这些人际的情感 绞进去了 这是不对的 如果将来有一天 你儿子当了教母 那他就是教母 特别在教会公开的场合 他就是教母 你不能把他当儿子看 这样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是事工的问题 就像我自己在跟我的母亲相处也是这样 如果他在讲到花莲教会的事工 基本上我都说 你不要找我 我不是你们教会的珠穆传道 请你找你教会的珠穆传道 为什么 这个是事工的问题 你不能因为我们熟 因为我们有勤奋 然后你就要跟我讲这些事 要我去处理这些事 那不是我该做的 各有各的执掌 所以在这个地方 耶稣讲这话 他不是不尊敬 我们要搞清楚 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意思是说 这件事情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人家没有酒 那是人家的事 对不对 照常理来讲 耶稣这样讲是没有错的 可是没想到他的妈妈 却告诉旁边被拆遣的人 用人们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照着做吧 这个其实 我不知道对耶稣来讲 他听到他的妈妈这样讲 他有什么样的感受 但是这件事情我们要知道 最后耶稣是做了的 所以这应该本来就在 耶稣的计划中 因为你要注意 耶稣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并不是说 这不关我的事 他是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所以当耶稣这样子告诉玛利亚的时候 玛利亚的直觉就是 那这样耶稣的意思就是 让他来处理 该出手的时候他会出手了 所以他就交代用人 他把这个主导权交给耶稣 其实我们今天在很多的事情 我们要等候神的恩典能力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子 我们要知道 主权在主耶稣的身上 你不要帮主耶稣定规矩 你不要要求主耶稣照着你的时候 神有神的时候 神有神的主权 请你放下你的想法 交给耶稣吧 他的妈妈玛利亚 他做了这个很聪明的动作 所以耶稣就开始动作了 这个时候就是母亲顺服的 就是他的母亲不再把他当成孩子 而把他当作主来顺服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是这样 我们常常这样讲 其实耶稣常常在等待我们准备好 我们都觉得我们在等耶稣出手 其实是耶稣在等我们准备好 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的 是我们没准备好 当你把心态一调整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只要不去埋怨了 我们只要安静下来了 我们只要交托了 你会发现怎么就动了 神的工作就开展了 是神在等我们 不是我们在等神 所以在这里耶稣就立刻开始动作 说去把那几缸水全倒满 因为前面那六口十缸 一般他们是来装那种 河里面咬来的水 或者雨水 那个是洗脚用的 那个缸并不是在摆制食物酿酒用的 可是耶稣说去去去 把他装满 那些用人装满了之后 耶稣说 好啦可以啦 咬去给那个管宴席的喝 各位如果你是那些仆人 你敢不敢把这水咬去给宴席的 那个管宴席的喝 我一定不敢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 刚刚我才把水倒进去 那你要你现在是要干嘛 你是要搅黄了这一局的宴席 是不是啊 这个就是像我是比较没有信心的人 我没有办法听玛利亚这样讲 就这样算数你知道吗 可是这些仆人竟然愿意这样接受 我觉得这个神迹本身 就是周围的大家都准备好了 大家都愿意听耶稣猜浅 今天的教会 神要动工也是这样 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智慧去判断很多的事情 当我们知道主耶稣让我们怎么做的时候 你就去做吧 很多的时候 主耶稣让那个事情演变到什么程度 你就照着那个事情的状态去做就对了 不要啰嗦那么多 主耶稣会让你看见他的权柄的 所以在这里 当那个水咬到了管宴席的人那里 他一喝 然后就叫新郎来 本来我想那个仆人大概想要完蛋了 那个主人来 可能会被新郎可能会被骂 说怎么弄个水来骗我 来唬咙我是不是 结果没想到这个管宴席的说 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耶 你是吝啬还是怎么样啊 一般我们都是把最好的酒 一开始就拿出来给大家喝啊 你怎么把这个酒尝到这个时候呢 酒都喝得差不多了 你才出这么好的酒 人家很多客人都喝完了 都已经这个要回去了 你这太没有诚意了吧 大概是这个意思 在当时的这个场景应该是这样 那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我们要注意 耶稣的第一件神迹是在加拿行的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 连他的第二件神迹都在加拿行 为什么 这个跟预言是有关系的 我们等一下看到第二件神迹再来讲 在这个地方 十二节写到 这次以后耶稣和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 都下加摆荣去 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 而十一节这里 这是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神迹 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显出神的荣耀 显出耶稣的荣耀 而他的门徒看到这件事情的门徒 他们就相信 这个耶稣应该真的是我们所期盼的弥赛亚 所以耶稣显神迹大家就信了 真的吗 我们等一下继续看下去 第十三节 月节近了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在殿那里看到 卖牛羊鸽子 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 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 把牛羊都赶出去 赶出殿去 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 推翻他们的桌子 又对卖鸽子的说 把这些东西拿去 不要将我父的殿 当作买卖的地方 他的门徒就想起 经上记者说 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 如同火烧 这一段 你应该要去对照 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 耶稣最后一次 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也做了一样的事 可是这两次 他的在耶稣福音工作的 一前一后 这样子的一个对照 他是要显示出 耶稣他从头到尾 他的态度是不变的 因为耶稣来就是要纠正 当时犹太人的这种 错误的信仰观念 在当时 耶稣为什么老是要针对 这一件兑换银钱 对这些卖牛羊鸽子的人 这样子去赶他们 这是有原因的 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圣殿 是由公会祭司来管理 而且是整个耶路撒冷城都被 罗马政府交给 这个祭司来处理 来管理 所以耶路撒冷是不需要向 罗马政府交税的 而当时所有的耶路撒冷的事物 都是这个犹太的公会在管理 为什么 因为犹太人太爱反抗 太不愿意屈服于 敬拜万神的罗马政府底下 所以在统治的初期很麻烦 常常有一些的暴乱 那后来这个罗马政府 这个了解了之后呢 用了两个手段 第一个手段 先派西律来统治 可是西律统治的状态 其实也一直并没有很理想 那而且呢 当时这个罗马政府也发现 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司们 他们其实是可以被管理的 被收买的 所以呢 这个罗马政权就很聪明 告诉这些犹太的公会 你们自己管理自己吧 那但是我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你们的祭司 由我来圈选 你们有祭司班对不对 他们有24班的祭司嘛 那我从这里面 圈选大祭司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间接的治理 这是罗马政府的间接治理 他就是圈选出可以听他话的人 来管理耶路撒冷 所以这件事情 让当时的耶路撒冷得到了和平 圣殿的侍奉也可以延续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啊 可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样的事情渐渐变质了 因为这些祭司们 当他们在管理圣殿的时候 他们为了要取得自己 能够继续的被罗马政府来重用 所以呢 他们就开始会向罗马政府的 这些官员们贿赂 祭司们在做这件事 那渐渐的 这个贿赂的金钱的来源 就从圣殿前面的这些 原本提供 这些选民们 方便的这些摊贩当中来收取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的庙宇 有没有 门口很多卖油箱的 卖这些金子等等的这些摊贩 这个他们在这当中都有很高的这种暴力 那这个背后其实后来都被庙方拿走了 那在这个地方也一样 当时的圣殿已经发展成这样了 这些卖鸽子卖牛羊 他们都是专卖 都是特许的 所以当时的祭司在这个历史上有记录 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史料里面就有记 当时的圣殿的这些祭司 他们怎么样来赚这个黑心钱 他们就把这些 当那些百姓们牵着牛羊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按照律法检查 这些牛羊鸽子是不是那个洁净的 有残疾的是不可以献祭的 对不对 这是旧约律法写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些祭司就会翻翻翻翻 你这一只 这里耳朵这里好像有缺角 这个应该是打斗的时候弄伤的 这一只不行拿开 你这一只牛 好像那个毛怪怪的 那个毛 它是不是有染什么皮肤病 这个不行 牵走 人家来献祭的 怎么办 我牵来的不行 怎么办 没关系 那边有 那边那个都是我们检查过的 所以很合理的 只好去那里买 对不对 去那里买的时候 一头牛原本 如果按我们限价十万块来计算的话 他一头牛卖三十万四十万 你也买 不然怎么办 所以这就会形成一种漏息 这就是耶稣在这个地方生气的地方 后来耶稣第二次赶他们的时候 甚至讲 你们怎么把我付的店当作贼窝 因为这就是强盗的买卖 不是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耶稣生气这些人 因为他们利用尽钱成为得利的门路 耶稣引用的这一段话 是记载在诗篇的六十九篇第九节 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 其实这个应该是后来门徒才想起来的 这个不是在当场就想得起来的 当时耶稣的门徒可能也跟着他 有一些人也上去耶路撒冷 接下来二章的十八节 犹太人问他说 你既做这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拆毁这店 我三日内要再建造起来 这个话 这个我们那一天 我们在星期六的时候有稍微讲过 其实在这个地方 耶稣讲这个话 是要让他的这些门徒们 意识到将来可能会有一件大事 就是圣殿被拆毁的大事 可是在这个地方 他们一定搞不清楚 对于当时这些圣殿的犹太人来讲 他们只是很气愤 你这个明不见经传的小矛头 凭什么来干扰我们圣殿运作的秩序 所以他们并没有进一步的为难耶稣 跟耶稣在最后要上耶路撒冷的那一次不一样 那一次耶稣去洁进圣殿之后 祭司长就带人来了 那一次是要决战了 所以这个是前面而已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二十三节 这我们哪天在星期六的时候也讲过 他虽然在耶路撒冷也有行一些神迹 但这些都没有记载 而耶稣不信托 把自己信托给这一些相信他的人 因为耶稣知道众人的心 这个我们以后会慢慢的去讲到 人的信心其实很脆弱 有的时候刚信主 刚接受福音 刚得到圣灵 刚得到恩典的时候 哇那种火热有没有 跟后面遇到了困难阻碍 遇到了不如自己的意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那个落差很大 耶稣的门徒是这样 在这个时候很热 很热情 因为耶稣很厉害 耶稣很勇敢 耶稣如同他们所期盼的那么的强壮 因为他竟然敢对抗圣殿的威权 可是后来你会发现 耶稣就不是这样 对不对 甚至耶稣最后被圣殿的这些工会祭司 他们给杀死了 所以难怪彼得他们会三次不认主 难怪他们会跑光光 因为跟他们期待的弥赛亚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地方 耶稣为什么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 因为他们其实根本还不认识 真正耶稣的救赎工作要怎么进行 所以在这个地方 约翰福音的作者先打了这个底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章 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这里讲到 尼哥迪姆来找耶稣 他一来在夜里面 一来就称耶稣为拉比 而且说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因为他也看到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 他说如果没有神跟你同在 没有人能这么做的 所以这个尼哥迪姆不愧是工会的领袖 这个官有没有 在第一节这里写到犹太人的官 这个官就是工会领袖的一个称呼 这是整个耶路撒冷 整个犹太人里面只有70个人 所以这样子的人在犹太人中 绝对是领袖 绝对是精英 他的眼光很独到 他一下就发现耶稣不是普通人 他一定是从神来的 可是他也不太确定 耶稣要来做什么 他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要相信 他接受他为弥赛亚 所以他先来找耶稣 第三节 耶稣就回答他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不能见神的国啊 请问一下尼哥迪姆问了什么问题 不知道 圣经没有写 对啊 我认为尼哥迪姆还没问问题 耶稣就回答他了 这个是耶稣故意要让他知道 你在想什么我都知道 你不用问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 所以他直接回答他心中的问题 我实在告诉你 人若不能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所以尼哥迪姆他没有狡辩 没有抗辩 他没有说我又没有问你这个 他是说 可是人已经老了如何重生 可现他本来就想要问 如何才能进神国这个问题啊 对不对 所以当他被耶稣问到了 他没有很讶异 他讶异的是 人怎么重生 没有办法吧 所以耶稣就告诉他 我实在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了 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了就是肉身 从灵生了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 你们不要以为稀奇 风随着意念意识吹 你听见风的声响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反正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尼哥迪姆问他说 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呢 其实尼哥迪姆听不懂 耶稣在讲什么 但是他听到水跟圣灵生 他似乎知道 好像不是一般 不是在讲说 妈妈肚子生出来那个意思 可是怎么从水跟圣灵生 他继续的问 耶稣没有回答他 耶稣反而挖苦他说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你还不明白这个事 我实在告诉你 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见过的 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若说天上的事 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 仍旧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天 在这个地方 其实耶稣对尼哥迪姆 虽然表面上是笑他 哎哟 那你不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吗 你叫我拉比 我怎么担当得起 你也是拉比啊 对不对 拉比 这位拉比 那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你不知道什么叫水跟圣灵 重生 耶稣还没有回答他 其实为什么 耶稣在这地方不回答他 因为耶稣知道他 其实还没有办法 就这样相信的 所以耶稣直接告诉他 后面的事 耶稣告诉他 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 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请问一下 耶稣所讲的你们 我们是指谁 当夜不就是他跟耶稣 两个人而已吗 他的你们我们是谁 你从整个约翰福音看就知道 耶稣在说 父与我同在 他告诉我什么 我说什么 这个话 对于做拉比的 这个尼哥迪姆来讲 是刺激的一件事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我们这样的用词 如果你回到创世纪第一章 二十七节在讲什么 神跟 神说 我们按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 好不好 那个是神的自称 你知道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耶稣用仿神的语气 在跟这个尼哥迪姆讲话 这对尼哥迪姆是刺激 这个人怎么会这样 所以尼哥迪姆还不能够接受 这很正常的 他不能够接受 耶稣所讲的话 所以耶稣说 你当然还不能信 你现在就还不认为 我是从天上来的 所以十三节 除了从天降下 人就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天 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人 都得永生 所以耶稣一开始就告诉他 永生 永生 我是从天降下 而人就在天的 所以耶稣在这里 把神官讲给 讲给这个尼哥迪姆听 尼哥迪姆一定 愣在那里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所以尼哥迪姆 后来在约翰福音里面 还出现了两次 下一次是三年后 他为耶稣辩护 在下一次是耶稣死了之后 他跟玛利亚太的约瑟 一起来收拾耶稣的尸体 到那个时候 他才能够确信 耶稣就是他们所期盼的弥赛 尼哥迪姆是一个 很重要的典型 有些人就是这样 他听了耶稣的道 他没有办法立刻相信 他不会很随便的 做出判断的 你就让他听 让他看 让他想清楚 他自然就会来 所以尼哥迪姆相信的是 那个被钉死的耶稣 是那个将要复活的耶稣 所以尼哥迪姆没有错 你知道吗 他在这个地方 有的时候我们会笑说 尼哥迪姆怎么不信 不是 他不是不信 在这个情况下 怎么能信 因为以他的 对道理的认识 人不可以随便 把自己当成神 这个耶稣怎么可以这样子 这个有健忘的那种味道在 所以他当然不太能接受 可是耶稣所行的神迹 明明就是从天上来才做得到的 而且他所讲的道理 是来做师父的 甚至比我还厉害 我是别人的师父 可是他讲的对 他讲的很多道理是 我听了之后我都觉得 他比我更懂 所以尼哥迪姆在这个时候 他是混乱的 他是不能接受的 没关系 耶稣也没逼他 耶稣就让他不信 有什么关系 就让他慢慢去想 总有一天他会想通的 我们今天在传福演是这样 耶稣没有很急的 有些人 每一种人他有不同的方式 像这样的人就让他自己想清楚 想清楚了他自己就会来了 所以在接下来 第十六节开始 这个应该是约翰福音的作者 他诠释耶稣所讲的这一段话 因为前面讲到 叫一切信他的人都能够得永生 对不对 然后在第二章的 那个第二十三节那里讲到 信了耶稣的名 对不对 所以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这里就讲到 神爱世人将独生子 赐给一切信他的 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将士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教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们不信神 独生子的名 就是不信独一神的名 这里应该要这样翻译 这个跟约翰福音第一章一样 他都多翻了那个生的意思 独一的神的名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 他后来把这些融会贯通了 也许在那一晚 他也陪在耶稣的身边 看着尼哥迪姆跟耶稣的对话 所以他后来对这些 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了解 那也有另外一个可能 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跟十六章就讲到 将来你们得了真理的圣灵 之后就怎样 就要想起我对你们说的话 就要进入真理 就要明白真理 所以也有可能是 他后来被圣灵启示 而知道的也有可能 但是我相信 他在现场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 我不知道大家讲到 听到这里 你有没有意识到 我们再看回去 第一章的第四十节 第一章的四十节 听见约翰的话 跟从耶稣的那两个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 安德烈 那请问一下 我刚刚问的问题 另外一个门徒是谁 另外一个门徒是谁 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 因为接下来这些东西 谁写下来的 这个作者 他没有把自己表明出来 可是他开始记录 跟随耶稣 跟耶稣同在的门徒 对不对 所以约翰可能跟耶稣 同在了一段的时间 所以后面你会发现 这个作者 一直用门徒 那个主所爱的门徒 那个门徒 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篇章里面 所以到这个地方 你想一想 约翰福音第三章 这些内容 如果不是他在现场 他怎么有办法知道呢 对不对 在这里他用三章的 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去回应他在第一章里面 讲到耶稣就是那世界 来这个世界上的真光 可是世人却不接受他 对不对 这个就在讲到 那个尼哥底姆的状态 所以你从第一章跟第三章 这样的一个对照 你大概就可以更去理解 为什么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 他记录了这些事 因为这是事关进神的国 要从水跟圣灵生 这个是跟信耶稣的名 德永生 这个是要就近耶稣这个光 这个是耶稣在早期 一开始就在讲的事情 这个跟德救有关 因为你去想一想 其他的福音书 就比较没有谈到这些内容 对不对 可是这些内容 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彼得 雅各 西伯来书里面 都写到这些内容的 所以约翰福音的作者怎么样 他在后面 把这些东西把它补齐了 告诉你 后面这些 你们看到这些东西 不是后面的使徒自己发明的 是耶稣自己老早讲的话 这个就是约翰福音 他著作的一个重要目的 他把后面使徒们 所写的书信里面 讲的那些东西 还有他们的这个言行的记录 所讲的那些道理 把它做整合 让大家知道 门徒只是怎么样 只是传讲耶稣所讲的话 并不是自己发明真理 如同耶稣 他只是见证神告诉他的话 不是自己发明什么道理的 你会发现 在约翰福音里面 耶稣至少有三次以上 都在表明这件事 我不是讲我自己想讲的话 我是讲那个猜我来者的话 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强调 要告诉你 这不是人自己发明的 这是从天而来的启示 我们的救恩是从天而来的启示 所以是不能随便更改的 所以今天地上的教皇 绝对没有资格改圣经 地上的任何宗教领袖 都没有资格删减 或者增加圣经的教训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件事教会 必须坚持按照圣经而行 按照圣经而教 我们不能够像其他的基督教派 想听就听 想守就守 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说 那个是以前的事 不管他 我们不可以这样的 因为这是从天而来的启示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从这个耶稣在 这个耶路撒冷所做的这些事情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原来耶稣在传福音的初期 就已经讲了这么多的事情 而约翰跟耶稣是这样子衔接的 那我们下次从这个 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 二十二节之后来讲起 那我们晚上聚会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 283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